中东的情况 大家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冲突 到现在都还在持续中 美国的角色是什么 美国最近跟阿拉伯的一些伙伴 其实有提出一个计划 说就让巴勒斯坦建国吧 可是以色列不可能同意的 他坚决反对 所以你看到就僵在那了 那纳坦雅胡他的立场非常的强硬 因为本来有一个和谈的方案 互相换球 释放一些对方的俘虏 可是现在他又后悔了 或者是说他不医了 他召回了谈判代表 他还批哈马斯说 你要求全面撤兵 这是痴心妄想 所以战事或者是冲突又升高了吗 我们看到最近有两件事情 包括美国的FBI局长 以及美国的CIA局长 前后在这两天突访以色列 而且是秘密行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包括这是FBI局长瑞伊 他强调他会针对哈马斯 和政府长的工作的作要性 而另外我们看到拜登 他另外一方面也签署了一道命令 他要保护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 不要被驱逐出境 而另外CIA俗称情报头子的局长 他秘密访问以色列到底是为哪装呢 谈的是人质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已经使出了很多力气 想要做调解 可是看起来进度真的非常的有限 你看到以色列还在不断的空袭 他空袭拉法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拜登纳塔雅胡 现在可以说关系紧绷了 因为他等于是控制不了纳塔雅胡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包括华尔街日报也写了 拜登跟纳塔雅胡的关系 已经面临了爆发点 因为两边是谈不拢的 因为大家知道拜登要选举了 而且他也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你把这个巴勒斯坦 把这个加萨走廊这样子不断的轰炸 到现在死了多少平民 已经无法计数了 而另外美国内部的问题 刚刚董哥也提到了 包括德州 这样子的问题 其实也让拜登非常头痛 现在乔治亚洲的州长 他也宣布了 他会向德州边境派遣更多的国民敬畏队 为什么 因为太多的非法移民要越境了 所以他们要加派人手去做这样的事情 可是法官对于德州允许警察 逮捕非法入境的移民也表示怀疑 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断的在角力 这个是美国的地区法官 他也讲了 他说我不相信只有罪犯越境的说法 因为这个是来自于共和党的一些政治人物的说法 说这些来的都是犯罪者 他认为大部分的这些非法移民还是守法的人 所以两派不断的在争执 而社会的乱象就越来越多 包括现在美国有体育界的大事超级悲 可是发生了汉事 有枪击案造成了一死二十二伤 还有连电台的DJ都身亡了 所以你看到美国现在乱哄哄的 拜登说话了 他说这个枪击事件让我们震惊 我们感到羞愧而采取行动 可是拜托 枪支管制的事情 不是今年发生 不是去年发生 这十多年来太多太多了 可是管制的行为有收到成效吗 看起来是没有的 另外普清 俄罗斯的总统出招了吗 我们看到最近他有一些说法说 我支持拜登继续连任 我挺你拜登 可是像是日本媒体就说 这可能是在做两面手法 他是按住川普 普清说了 我乐见见到拜登连任 那他觉得他比较有经验 可是可能说的是反话吗 另外川普最近官司缠身 包括他涉及的两宗刑事案件 同一天开庭 他有两个律师团 缤分两路来应对 可是官司缠身的川普 我们看到包括他的支持度 都还在上升中 川普这是路透社做的一个 最新的民调 川普的支持度有37% 拜登34% 两个人差了3% 所以烂事传身的川普 还是赢过拜登吗 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花旗 他预计了 他说如果川普大获全胜的话 美元会上涨 是这样子吗 来问一下赖老师 经济的问题我先割一下 我们先谈政治的问题 政治问题比较有趣是 拜登还在演戏 为什么我直接说 拜登他的团队都在演戏 因为国际社会已经快受不了 以色列将不断的去攻击 轰炸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尤其现在已经打到拉法 这个是难民已经躲无可躲了 其实死的都是平民百姓 国际社会的压力很大 阿拉伯世界跟伊斯兰世界的压力很大 国际恐怖主义者也蠢蠢欲动 其实美国如果真的要出手 你看美国当时要修理台湾 说你的半导体不能卖给台湾的时候 你不听话他就制裁你 台湾乖乖的听话 台积电就奉送给他 三星不也就是 从对于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到贸易逆差 不是就是因为害怕被美国人制裁 荷兰的埃斯莫尔不也一样吗 美国人最常使用的就是 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制裁你 这么简单 那怎么可能美国叫不动以色列呢 因为美国只要不给以色列钱 武器弹药 甚至在联合国里面投下弃权票 不要投下战争票 只要投下弃权票 那安理会就会通过对以色列的制裁 就这么简单 但是美国 美国不做 没做 美国一样继续投否决票 第二个继续给钱 第三个继续给武器弹药 不要忘了洛克西德菲勒 或是洛克西德马丁 他们的或是波音的精准炸弹 不是一直在送过去吗 这代表什么 我在演戏 不要再杀了 不要再杀了 停火吧 然后我要两国方案 一手就是继续给你钱 继续给你武器 继续打 继续杀 这个叫做什么 虚伪自己 伪君子 非常典型的伪君子 美国的民主党就是伪君子 共和党就是真小人 共和党就告诉你 我就是小人 你怎么样 不然不然你要怎么办 这句话好像 我们有一个前任的领导人讲过 这叫做真小人 不然你要怎么办 哪一个比较糟 真小人还是伪君子 当然真小人比他好 比较比较好 因为你可以知道他是坏 伪君子就是装好人 装好人才最可怕 为什么 装好人 你想想看他对他干坏事 这才真的可怕 坦白说我们台湾有个政党 他也是最伪君子 每天改革 希望 未来 然后每天司法改革 民族 我们是每一天满嘴争议 女权 富权 不是富权 人权 每天满嘴这个 但是干的都是坏事 这叫做什么 伪君子 伪君子真的是最可怕 好 我个人是觉得 真的是民主党 确实真的是一个 非常伪君子的政党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因为这个政党谈到最后好累 谈一下美国 现在的真小人 面对伪君子该怎么办 为什么呢 坦白说 美国现在他们苦恼的是 他们对于联邦政府 没有有效的管控 非法移民 他们很苦恼 一般的州 尤其是德州 是一个灾难大州 这个灾难的大州 他受不了了 所以他现在跟联邦政府 在对抗 他也跟联邦法院在对抗 那我们看到了 美国的同党的州 他们已经开始 像佛罗里达州 也调派了一千多位 国民警卫队进入德州 协助这个德州州长 跟这个联邦政府对抗 现在又有一个州又加入了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 共和党的州 他们都已经开始 纷纷的加入德州 跟他们的联邦政府 跟他们的联邦法院在对抗 美国再这样一直玩下去的话 坦白说美国真的会四分五裂 这个国家真的是国将不成国 武器的问题 滥用的问题 我又要说 还是伪君子跟真小人 共和党就觉得这是我的选票 因为在美国卖枪支的店 比7-11还要多 这代表什么 很多的就业聚会 代表很多的利益 而这些利益的背后 绝大部分的都是共和党的金主 那共和党就一定硬挺 民主党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枪支非法 你要把它干掉的话 你当初控制两党 控制两个国会 通过这个法案就好了 而且也不做 也不做 对 我们看到校园里头 有很多很多过去的悲惨的例子 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所以美国政府真的是两面守法吗 一方面提供武器给以色列 一方面又在促成两边和谈 所以这个战争什么时候才会落幕 我们之前已经有一段时间 把焦点聚焦在红海上面 那我们已经快要忘记加萨走廊了 那如果我们看现在加萨走廊的 状况是什么 我们还记得吗 之前以色列是把加萨走廊的人民 从北部赶到南部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这个有以这条黄线以南的 这个南部的部分 这个深南的部分 这个是以色列 那如果说我们看到浅南这个部分 也就是IDF 以色列的国防军进入的地方 那我们这样子看到 也就是原来加萨走廊南部的这一块 那个有关于这个哈马斯控制的区域 已经越来越小了 那越来越小也就算了 那这里他还标注了一个医院的部分 那这个医院呢 其实他是喊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现在他们是说 就是以色列国防军是说 之前有很多的人质被关押在这里 他们怀疑人质的遗体在这里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说 持枪进入这个位置 而且其实他们现在慢慢的 要向南赶 向南赶的问题就出来了 也就是那我们想一想 巴勒斯坦的人民到底要去哪里 因为为什么 今天最新的消息 我们看到埃及现在在 在西南半岛的这个沙漠上面 大兴土木 他要盖什么 他其实要盖的是一个围墙 不让他过来 对 我们看看这个围墙有多高 而且未来要盖的围墙 不是长成这个样子 未来要盖的围墙 它是要盖成混凝土的 也就是说未来 其实这一些巴勒斯坦的人民 他的生活只会越来越困苦 现在美国其实在大陆的折冲之下 慢慢的要接受两国方案 我们看看两国方案是长成什么样子 两国方案其实就是1947年 联合国所提出来的一个计划 我们来看这个白色的部分 是以色列的部分 有关于巴勒斯坦是绿色的部分 但是我们想一想 为什么刚刚赖老师会讲说 这是两手的策略 因为我们真觉得可以回到1947年吗 这个我们看一看 纳坦雅胡说 如果说要要求以色列国防军全面撤退 是痴心妄想 那和谈就已经破局了 如果连和谈都没有门的话 那我想请问一下 现在怎么回到1947年的两国方案 更不可能 以色列一方面轰炸 一方面告诉加萨的品名 说你赶快逃 可是要逃到哪去 逃到月球去吗 来 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 我们最后时间交给董哥 对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这个国家 其实已经变成非常扭曲 而且是分类的 他的国内的枪击案 昨天刚好李嘉童教授 传他有一篇给我看 他讲说这两天 其实我们在过春节 休斯顿有个妈妈带5岁的 孩子上教堂 这个妈妈掏枪对所有群众开枪 当然因为现在开枪太多了 我们报道只是刚刚你讲的超级悲 因为超级悲有22个人受伤 一个人死亡 有DJ有什么样 这个妈妈也当场被两个警察把他击毙 这两个警察也刚好上教堂 你看孩子5岁在现场看 枪到底是什么卖出去的 有一个人开车 他在亚特兰 然后他看到四个高中生看得不爽 从车上开的 现在胸鼠还没抓到 我刚刚看到这个插播的讯息 纽约地铁 大家也知道 青年人打一打就把枪掏出来 在纽约地铁 就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美国其实他不只在国际贩售金火 他在自己国内这样 为什么枪支没办法进 没办法进就是 因为他们靠金火太容易赚钱 金火商赚了钱 给州议员 给参议院 众议院 然后州长 包括总统 你最主要的 政治现金都从这里来 就很简单 所以大家嘴巴都讲一讲 然后其实都在鼓励金火商 包括自己国内死的人 你看那些什么步枪协会 手枪协会 那个影响力多大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在谈很多东西 就会发现世界上 这些政治人物大家都在表演 他表演很多人当真就一分填膺 但你可以看到背后有多少利益 这个利益 很多是用人命堆积出来的 各位朋友 李嘉隆教授 有一本书叫做 让高墙倒下 人跟人不应该再有这样的